杀手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想方设法要杀的男人 竟然当着他的面 将他的妹妹给娶了 真的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 男主就是这么霸气 可谁能想到 男主患有重度社交恐惧症 几年前由于事故失去了家人 因此男主对结交重要的人产生了心理阴影 变得极端害怕与他人来往 不过他有一位如偶像般存在的青梅竹马六美 这让班上的男生羡慕不已 但两人亲密无间的行为 却被一位帅气的老师阻止 虽然骤川年纪轻轻就成为了教导主任 但在男主看来 他就是一个变态 因为骤川平时都是围绕六美来转 哪有老师这么在意一位学生的 然而今天的骤川却邀请男主来他的房间 这么快就要上演杰哥不要吗 男主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老师不仅靠得很近 而且有收藏品想让男主看看 不看还好 一看吓一跳 全是偷拍六美的照片 果然就是个变态 男主越想越不对劲 老师怎么连六美五岁时的照片都有 男主瞬间后背发凉 而老师也在这时开口 表示自己一直在背后保护着六美 因为六美的魅力太大了 为了不让可疑的家伙靠近他 我一直在保护着他 昨天有个高年级的学生老师搭讪六美 最后他不见棺材不落泪 因为你是六美重要的青梅竹马 所以我一直对你放任不管 但是现在情况不容乐观 老师在说话的同时 一把暗奈已久的匕首抵在男主的脖子上 顿时男主发不出声音 脚也动不了 你可别怪我 这一切都是为了可爱的妹妹 就在老师准备动手时 一位身穿洋装的双马尾少女凭空出现 随着他按下手中的按钮 顷刻间白茫茫的一片笼罩整个房间 等老师反应过来时 房间只剩下他一个人 而男主醒过来时 映入眼帘的是六个头以及一个铁桶 原本就是射孔的男主 看到眼前的一幕差点吓得原地起飞 还好有六美这个熟悉的面孔在 经过他的介绍 这些人都是他的兄弟姐妹 最令男主吃惊的是 六美家是间谍家族 所以家里的事和家人 一直都对男主保密 瞒了男主十几年 现在说了出来终于舒畅了 看着六美说得这么轻描淡写 还以为他在开玩笑 直到男主从桌面拿起一把手枪 还以为玩具枪的他差点就大结局 正遂男主三观的是 间谍跟小说和电影里不一样 是个很常见的工作 而且还有间谍周刊 翻开周刊 男主才知道周刊老师 是六美家族的长子 夜英雄一郎 是间谍界的网红 在女性喜欢榜 和男性讨厌榜 常年霸榜第一 一郎作为间谍 无论是战斗力还是智商 都是在家族里面最优秀的 不过就算是天才也会失误 过去他因失误害六美 受到了冰死的重伤 六美的白发 就是事故的压力留下的痕迹 自那以后出于自责 对六美过度保护 从日常生活到人际关系都要干涉 他成为一个保护六美的怪物 男主之所以能够活这么久 完全是凭借了青梅竹马的身份 但现在由于有人告密 说有家伙想取六美的性命 所以一郎有了可以正当处理男主的借口 说曹操曹操就到 一郎现在正好回到这个家 应该是为了对男主下杀手 能够阻止一郎的办法 只有以暴之暴 但过去认真打起来的胜率 即使五对一也只有30% 还有42%的概率 会有人受到半年才能痊愈的伤 以及25%的概率房子会整栋烧毁 男主听到有些慌 想和平解决 其实也有一定能够活下去的办法 那就是男主和六美结婚 原来叶英家唯一的规定 是禁止家人自相残杀 如果男主入坠的话 性命就不用担心 一般结婚是要去登记之类的 但叶英家族的结婚 只需交换戒指 叶英家所有人戴着的 这枚英只纸环是一对的 只要将其中一只交给伴侣 就算婚姻成立 你就成为叶英家的一员 为了保护自己 也为了保护六美 这是个不错的方案 这对男主来说实在太残忍了 闻听此言后 二任为这事理的问题道歉 既然如此 只好回归最初办法 大家合力痛揍一郎一顿 话音刚落 一郎帅气地坐在他们之间 果然霸气外露 众人惊慌不已 没想到星三在家里布置的重重机关 在他面前变得如此不堪一击 为了保护未来妹夫 二任姐姐也是拼了 与他身体完全不服的怪力 瞬间提起一郎 然后开始转圈圈 接着狠狠地将他砸在地面 如果换了别人早就死了 奈何他是夜英雄一郎 不愧是最强 全场游刃有余丝毫不慌 你们的配合很不错 但是第一击之后的破绽太大了 手上的钢丝 就是一郎的专用武器钢蜘蛛 没办法 二任只好冲过去拖延时间 让六美趁机带男主一起逃走 面对密不透风的钢蜘蛛 二任用柔术一边防守一边靠近一郎 然而就在他即将够到目标时 一郎的手轻轻一拉 二任瞬间就被他五花大绑起来 情急之下 寺院选择留下 精通所有机械的他操控无人机来对付一郎 不到两分半 一郎就被无人机给包围 接下来无人机进行无差别的攻击 奈何有烟雾伤 等烟幕散去 地面只剩下无人机的残骸 搞定了寺院 男主和六美被逼到死角 眼看无路可走 六美也只好去投怀送抱 可走到一半 六美和黑猫突然动起真格 一郎还真看不出来 但是给别人做的乔装还需要锻炼 否则就会暴露后面被乔装的本人 原来一郎发现眼前的男主是六美乔装的 竟然败露了 六美干脆卸下伪装 并拿出刀让一郎停手 男主透过奉信目睹了一切 眼看心爱的妹妹也拼命抵抗 一郎也妥协了 他表示可以放过男主 但相对的不会让六美再踏出家门一步 把学校 朋友 游戏 甚至恋爱全都毁掉 这变态程度已经不是保护了 而是控制 为了证明自己是多么爱六美的 一郎竟把六美的刀筒进自己的身体 看到哥哥疯狂到这地步 六美也只好想生活低头 然而就在这时 男主再也看不下去 从话里站了出来 其实男主理解一郎 因为和他一样 都是害怕失去重要的人 但是让想要守护的人 露出这样的表情绝对是错的 于是男主伸手让六美给他戒指 按照姐姐说的唯一办法去做 看着敢于面对过去的男主 顿时六美煽然泪下 并毫不犹豫把戒指扔给男主 可静在咫尺时 冷血的钢丝锁住男主的每一根手指 可让一郎没想到的是 男主不顾一切牢牢地握住戒指 任由钢丝无情地切割自己的肌肤 我说 六美 谢谢你一直保护着这么无药可救的我 所以 这将来 我将你守护 就这样 在众人的围观下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 一对新夫妻就此诞生 男人意外地发现 身为间谍的大舅子竟然想杀了自己 还好反应够快 差点就没命了 然而却被告知 这只是间谍训练的一环 可大舅子的表情明显在骗人 结果还没等男主反应过来 他就被迫做间谍的传统广播体操 然而就在这时 六美走了过来 眼前的一幕属世不堪入目 不过还好六美及时出现 否则男主就要被玩坏了 看了一下时间 大舅子突然告诉两人要逃脱了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原来男主家被安装了炸弹 为了安全起见 大舅子让男主上车再说明情况 由于男主跟六美的关系众所周知了 所以仇家从男主下手 而六美之所以会被盯上 那是因为六美是夜莹一族的第十代当家 夜莹家历代都有超乎常人的人才被处 不过在这当中 美代必定会有一位被称为当家的普通人出生 当家不像其他家人那样具备超乎常人的能力 但相对的 妻子四一定会被当作符合夜莹家实力的超人来培养 并能完全继承有着夜莹家才能的血脉 也就是所谓才能的隔代遗传 继承才能的当家 由具备才能的家人来守护与支持 也就是说 身为当家的六美就是正统领袖 也同为夜莹家的命脉 不过家人觉得家是根本无所谓 只希望六美可以自由自在的生活 因此憎恨极度夜莹家的 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干掉六美 话音刚落 男主等人就遭到偷袭 还好这辆车是防弹的 总之先摆脱他们再说 可没曾想他们穷追不舍 还拿出重机枪 对着车就是一顿乱射 还好司机驾驶技术如行云流水完美闪躲 然而令男主万万没想到的是 司机是夜莹家的一只猫 不过对方也是特种兵 很快就追了上来 原本大舅子不想动手了 但他们竟敢打扰到自己的用茶时间 于是准备给他们一点教训 通过刚才发生的事 大舅子想告诉男主的事 已成为夜莹家的一员的你 也有守护六美的使命 所以从现在起 我会教导你间谍的基础 大舅子说完便掏出一把枪 让男主今天一整天 从刺客中守护六美 原来有个炸弹魔想炸死六美 就是早上爆破男主家的元凶 虽然他制作的炸弹很厉害 但他有个致命的缺点 就是他极度沉迷于SNS 他会把工作的内容和目标 甚至连过程都会全部贴上网 由于大舅子现在必须去救一大堆人质 所以男主要在他结束工作 回来之前保护六美 得知炸弹魔会在学校里安装炸弹 男主仔细检查教室的每一个角落 生怕遗漏一个地方 一想到炸弹魔可能已经潜入学校里了 于是男主决定紧跟六美一天 然而就在这时 基友走了过来 给了男主一颗巧克力 由于过于专注炸弹的事 以至于男主忘记自己有严重射口 直到基友提醒 男主才后知后觉 然后他就晕了过去 等他睁开眼时 映入眼帘的是六美 由于保健室没开 两人来到大舅子的办公室休息 然而就在两人谈情说爱时 男主惊讶地发现 原来炸弹藏在房顶上 随着倒计时结束 请客间一声巨响震破天际 整个房间瞬间被火光吞噬 其实六美的哥哥姐姐们也来了 不过他们选择暗中观察 就算发生这么大的爆炸 他们也不担心 因为他们很相信男主 也的确如此 男主很好地保护到六美 不过令男主感到疑惑的是 对方怎么知道我们会到这里来的 我们明明只是碰巧进入这个房间 男主瞬间恍然大悟 随后男主解开自己的外套 果然不出所料 炸弹磨打从一开始就全部设计好 故意放出预告让男主不敢离开六美 然后让自己变成杀死六美的炸弹 眼看时间所剩无几 而且出口被堵住了 情急之下 男主决定牺牲自己来保护六美 只见他直接从窗口跳了下去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大舅子及时赶了回来 在救下男主的同时 也阻止了炸弹 因为炸弹是利用目标的体温进行充电 所以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启动 故事的最后 大舅子要将这枚炸弹物归原主 话音刚落 星三就扛着炸弹磨出现 眼看大家都在 六美质问他们为什么都来了 那是因为这是男主的首次任务 觉得很有趣就来了 这下子炸弹磨就糟糕了 就算他拼命求饶 但作为魅控的大舅子 岂能放过他 男主怎么也没想到 夜莹家的特务训练 居然如此高强度 去冰箱拿水稍有不慎 就会触发机关导致爆炸 想要看的电视 居然要站在十米开外 用手枪来操控遥控器 明知饭里有毒也要忍痛吃下去 就连上个厕所 也要解锁时刻变化的密码 男主差点被这些考验折磨个半死 而这一切也都是他自己的决定 这天男主找到二任 为了更好地保护六美 他说到自己想要快速变得更强 而二任虽然很认可他的想法 可对于要快速变强的请求 二任却表示不可能 此时的男主很是不敢 但二任看在他对六美的这份心意上 于是给出了一个可行的办法 那就是让男主在夜莺家宅邸里生活一个月 要是一个月你还能活着 那自己就将对你进行正式的训练 闻言男主激动地站了起来 可刚走一步就掉入了陷阱当中 对此二任表示 作为异能间谍家族 夜莺宅邸可不是什么普通的豪华大物 这里的每一个地方都布满了机关 在这里生活本身就是训练的一部分 如果连这些都克服不了的话 正式训练就更没得谈了 于是第二天起 男主便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只是因为没有理会早晨的闹钟声 两秒蛋过后 对此六妹很是心疼 自己时刻担心着会变成寡妇 在这里生活真的是委屈男主 不过男主表示为了六妹 自己再难也要坚持下去 此时的寺院提醒到男主 你要是能得到这座房子的认可 就能不让陷阱发动 这个房子的所有陷阱 都是由电脑统一管理的 你只要克服并通过所有机关陷阱 就会被认可为夜莺家的一员 也就在这时男主突然觉得肚子一阵巨疼 一旁的二人说到用餐也是训练的一环 为了培养抗毒性 除了六妹其他人的饭里 都加了少量的毒药 从这以后 男主如同地狱般的日常拉开的虚拟 每天等着他的是不同家族成员的特训 想喝水 可以 但你必须像寺院一样拥有聪明的头脑 又或是像二人拥有极快的手速 否则一旦触发机关就会引来爆炸 想看电视 那就站在十米开外通过手枪来操控遥控器 以此锻炼射击能力 不仅如此 自己的身上每天还穿着夜音家重达三十千克的特制短袖 而最让男主头疼的则是每次吃坏肚子后 想要上厕所都得破译一次时刻变化的密码 这下男主彻底是被玩坏了 可看着自己心爱的六妹 男主觉得自己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几周下来男主已经逐渐习惯了夜音家的某些陷阱 可就在这天用餐时 在男主喝下一杯牛奶后 他同以往一样想要拉肚子 可这次他却倒在了厕所门前 很快欺恶便为他做起了体检 只是因为太过疲劳引起的发烧 休息一阵子便会好起来 不过男主却表示自己没事 只剩下一周时间了 自己可以继续接受考验 而此时二人却直接击穿了他 この体でかい こんなやり方続けてたら いくつ命があっても足りやしない 最初からね 異常な成果の陰には 気づいていたんですか 異常な手段が必ずあるんだ 大方 シオンがデータを集め解析 怪我の治療や不眠不休用の激 そして心臓の実践 薬処方は七尾の技術 そして傷を隠すための 堅固の疑惑技術 七尾 あんたともある男が こんな自殺行為に手を貸すとは残念だよ ご、ごめんなさい 双葉お姉ちゃん 但男主说到这都是自己 请求大家帮助自己的 哪怕早一天 自己都想尽快成为 能够保护六美的男人 文言二任直接给了男主一手刀 他表示如果连自己都不会珍惜 那又怎么可能学会珍惜别人 你那么想要保护六美 就要知道忍耐不超捷径 也是训练的一环 可虽然嘴上这么说 二任还是将自己 整理好的笔记交给了男主 或许在此刻 他心里早已认可了 自己这个傻妹夫 普通あんなに自分を追い詰めたら 体の前に心が限界よこえる あの子を支えているのは 才能や努力なんて 生やさしいものじゃない 気持ちだ 狂気にも近い 無罪への愛 ほらほら どうだい無罪 ねえたんすごい もしかしたらあの子は 私が思う以上に 無罪を守るのに ふさわしい存在にな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ね 而很快恢復好的男主 成功打開了厕所 通過了最後一個考验 所有人都发自内心的 替他感到高興 この程度で胴上げとはな 素直じゃないね みんなありがとう 安心しな 指輪の特殊合金が この家の電磁波に反応してるだけさね つまりこの家が ビシバシ行くよ 男子も 自從他經歷了夜音家的地獄訓練後 自己的身体素質竟变得如此之強 不仅能轻松接住从身后飛来的棒球 甚至随意一丢的力道 都让教練跪求男主加入国家队 若不是六美提醒 男主都没有发现自己早已超乎常人 就連平时在学校的时候 他都会下意识地隐藏气息和脚 这也让同学们在背地里一门 都在说男主是古老人者家族后裔之类的 但其实一切都是因为男主取了个间谍老人 而且还是间谍家族的家主 身为家主的六美 平时都会处理夜音家的行政工作 上面全都是不动产 融资 股票投资等重要内容 好在现在他有男主帮忙 工作算是轻松了许多 不久后两人来到了贤武的房间 与六美堆满文件的房间不同 这个房间里摆满堆积如山的衣服 原来刚才六美在处理文件时 发现对方提交的报告缺少了资料 而且这已经不是贤武第一次这样 对于他这个散漫的态度 六美决定要给他一点点教训 话音刚落 整个夜音家就开始发生改变 不仅各种出口被完全封禁 甚至外围还升起了一道道高级 随后两人便开始寻找贤武所在 他们首先去了寺院姐姐房间 在这里他们并没有发现贤武的声音 接着他们又来到了二任大姐这里 想到吵醒二任可能会发生可怕的事 两人只好先去下一个地方 紧接着是七恶的房间 此刻他正在做生化实验 表示贤武不可能在这里 最后连小狗哥利亚的房间 以及胸衣狼痛目都彻底找了一遍 结果都没找到贤武的声音 男主怀疑对方已经跑出这个屋子 可六美却表示没人能逃出冬眠系统 没等他继续多醒 身后寺院的声音就传来 几人询问六美和男主在干嘛 这问题直接就让两人愣住 没想到他们几人刚才 一直都在一起争议服务 这时两人才明白过来 原来刚才他们遇到的人 都是贤武假扮的 更离谱的是 贤武此刻其实就在他们身后 嘲笑了两人之后 他便直接逃跑 他便宜了 待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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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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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縁 分投げられた 大丈夫 剑吾は そこに こんな隠し通路 屋敷の図面にも載ってないわ 剑吾ったらまた勝手 悲しい 逃げられた どんまい むつみ よく頑張ったよ ふゆうごもり 解除 言語 え 何言ってんのむつみ 原来刚才六美就发现 贤武假扮的男主 缘影有二 一是自己只要不解除冬眠 那么贤武就必定没法跑出去 二是男主每次开门的时候 都一定会让自己先进去的 六美表示贤武的辩装技术毫无破绽 但对于他们这对夫妻的习惯 他还需要观察更多 之后两人从衣服山里找到了资料 同时贤武也表示可以教导男主变装技术 就是变装的时候 差点让六美误会男主有什么奇怪的内容 隔天 男主吃着六美亲手做的咖喱粉 亲手做的饭不仅爱心加倍 就连下的毒药也是双倍的 就在这时 客厅的电话响起 这是叶音家的内部电话 而来电的正是星三 OK 自己客厅的电话响起了 可以吗 也可以在电话巴上 好吗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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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你 你客厅全面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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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我对啦 这个时候 你数到10人的一档架 我说难有什么 星三哥哥是一个武器专家 在执行任务中 敌人的数量出乎意料的多 结果就是武器全用完了人都没死 而身为武器专家的星三一旦失去武器 就会变成超级懦弱的社会性格 男主听完也是服了 也真亏他能当那么久 间谍不出事 但现在人手不足 再六美的提议下 男主开始了间谍家族的第一个正式任务 虽说如此 其实内容也只是把武器送到星三的手 而六美本人则是留在大北 他负责一边安慰星三 一边为男主导航 很快男主便进入了室内 可他没想到的是 自己还没潜入两分半 他就被黑帮小弟给发现了 不过男主也是久经训练的人 他按照星三曾经的教导 瞬间往后用腋下固定住枪和手段 紧接着就是对着后方一个肘击 敌人一下子就被一连套操作击晕 可反击的动静却引来了更多的人 焦 на集中しろ 何大戟莫λά こっちで 敵は3人 主要! , zione 太陽 心臓兄さん 無事でよかった これ 無罪に頼まれた銃 この鉄と真鍮と硝煙の匂い 艶とグリップのざらつき フロットサイトの手工 そろそろ撤収しませんか いたぞ 一瞬の なにより武器が大事なお兄ちゃんも 武器より大事なもののためなら あっさり手放しちゃう でもそれじゃ肝心の大事なものすら守れない だから だから何としても持たせてあげて 到底武器とは言えない 心臓兄ちゃんの手に馴染む全てのものだ 私たちが強力な武器に変わる また 另一边 一个神秘人物正在执行任务 对话中得知此人似乎也是一个间谍 但糟糕的是 他手机中的下一个任务目标正是男主 间谍家族的训练究竟有多离不 就连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男主都要随时提防超音速的粉笔攻击 原来今天的课程老师 居然是叶英家的大舅子胸一郎 他用粉笔不停地敲打黑板 这是在用摩斯密码与男主交流 表示一切都是为了让对方随时能维持清醒状态 此时男主已经好几天没睡觉 六美也十分心疼男主 不断用摩斯密码痛骂胸一郎 三人就这样若无其事地在课堂上戳戳戳 好家伙 都不用上课了是吧 更离谱的是 为了让男主睡着 胸一郎拿出一颗绿色小药丸 紧接着就往桌面上用力一拍 顿时整个教室都被白色烟雾笼罩 烟雾散去后所有同学都睡着了 唯独六美下意识地戴上了防毒面具 没受影响 原来这是叶英家七恶特制的安眠药丸 就连出具毒物抗性的男主也低下了头 本以为他已经睡死过去 不曾想救在粉笔马上要击中的那一刻 男主及时用电机枪挡住了攻击 六美见状还以为男主扛过了安眠药 仔细一看才发现 原来男主已经是睡着的状态 匈医狼也笑了 他清楚这就是所谓的半觉醒状态 于是他丢出了更多的粉笔 这或怕是借着训练的名义 想要解决掉自己的这个妹子 隔天男主休息 此时他一脸严肃地看着一本间谍杂志 里面的内容是给间谍行业的温馨提醒 这一行的工作相当繁重 要注意不要因为工作而冷落了半夜 根据调查间谍夫妻的离婚率高达九成 男主见状立马就慌了 于是六美过来后 他当即就想邀请对方去约会 然而话还没说完 桌子上的手机就想了起来 给男主打电话的是一个神秘员 他表示现在有任务 让男主去一趟 原来来电的人是新出场的任务 就在两天之前 男主夜跑时遇到了一个可疑的长发男 他一下子就说出了男主的名字 表示自己是市警署的警官圣司 并且让男主跟他走一趟 等到了警察局 男主就被带到了一个小黑屋 对方给他展示了之前潜入制药厂的照片 圣司警官对男主提出了几个指控 马路追逐战斗 甚至连学校都炸了 非法持有枪血 非法闯入私有领地 他把最近发生的一切都推给男主背锅 圣司警官做这一切的目的 都是为了让男主说出背后的组织 因为警察完全查不到除男主之外的其他人 然而男主又怎么不出卖叶英家 先不说他自己老婆就是家主 更别说如今 他已经和叶英家兄弟有了羁绊 不曾想胜司警官见问话不成 直接就在他面前倒了杯水 水でも飲んで ゆっくり考えろ 明らかに何か入れたような 自白剤 ん? まあいや これは 体に ミネラル 嘘が雑 いいから飲め だから俺は 何も知らない そうか 男主这才发现了不对 仔细一看旁边的垃圾袋 还诡异地流出了血液 圣司警官表示那是万恶的罪犯 是我制裁了他 那么又能扛住几锤呢 圣司掐住男主后 甚至用同学威胁他 关键时候男主发现了不对劲 房间内居然存在凶一郎的死线 于是他再次拒绝说出情报 果然等一锤锤空之后 墙后出现的正式凶一郎 原来他和圣司是一伙的 这个看着很不靠谱的警官也是真警官 的确不过是为了试探男主的手段 同时也是为了介绍男主给圣司认识 而且叶英家其实和官方私底下有合作 他们会帮叶英家掩盖出任务后的情报 相对的叶英家也会帮忙做事 正好男主就可以当一个任劳任怨的打风人 回到现在 圣司警官给男主电话 是为了让他出一次任务 随后他就来到了一个游乐园 而他这次的任务目标 是一对非法持有撕造枪的情侣 除了情侣之外 就没有任何其他情报了 无奈男主只好观察附近可疑的人 结果定睛一看之后 发现孤零零的自己才是最为可疑的那种 就在这时 一个意料不到的人出现在男主面前 原来六美从圣司警官那边得知了任务的是 他想着游乐园这种地方两个人更自然 于是便跟了过来 等两人再次开始观察之后 才发现这个游乐场真的什么情侣都有 先是一对非主流情侣 男主二人尾随他们去了过山车 同时他们前面还有一对秀恩爱组合 而非主流情侣则是在最前方 所有人都玩得挺开心的 唯独男主竟然在上面睡着了 经历过间谍训练的 他竟觉得过山车的摇晃很舒 一不小心就睡了过去 之后他们也发现 那对非主流情侣只是外貌有些特别 实际上和普通的情侣也没什么不同的 于是他们去调查第二对情侣 他们两人都是壮汉 也是一看就很可疑的类型 没想到唯一的收获只有狗粮 而调查没有任何进展 最后他们跟着一对西装情侣去了商店 不过等进去之后 他们却跟丢了对方 只有刚才的秀恩爱组合在这里 临走时男主看着店里的玫瑰想到了什么 两分半后 男主是在咖啡店这找到了那一对西装情侣 好 じゃあ私 ドリンク取ってくるね はい 君に見せたいものがあるんだ 嗯 何でしょう 特注の品でな 特注の品 まさか オーダーメイドの指輪だ 僕と結婚してくれたまえ 男主也是福了 自己跟踪了一天 没想到不仅找不到罪犯 而且也没让六妹玩得开心 何やってんだろう 我 せめて一回くらい 睦美をちゃんと喜ばせたい ふざけんじゃないわよ ずっと店員の女見てたでしょ はぁ見てねえし お前こそスタッフの男に色目使ってんじゃねえ 使ってねえよハーゲ んだとブス うざいくらい仲良かったのに さあく愛想が尽きたぜ こっちのセリフだこれ 人生のお天狗とは即まっしょねえ 名前入り特注の銃 こんなのと付き合った俺がバカだったぜ 逃げろ タイガー 沒想到最正常的秀恩愛 总的才是最烦 男主立马躲在桌下 然而两人的枪战 好巧不巧打中了男主的玫瑰 最終秀恩愛組合被逮捕 而在六美的邀請下 男主也和他坐上了摩天輪 不过他很好奇六美最后为什么想搭这个 六美文言突然支支吾吾的害羞起来 原来这个乐园有个传闻 只要在摩天輪一起欣赏了夕阳的情侣 以后都会幸福快乐的在一起 そういうことだったのか あのさ 六美 これ 銃撃戦でこうなっちゃったけど 鼻は悪くないし 捨てるのもかわいそうで いつものお礼に 今日くらい六美を楽しませたかったけど 結局俺何もできなくて むつみ? あ、あ、いや 太陽ってこういうことしないタイプだと思ってたから ちょっと驚いたっていうか お、おはん 嬉しいよ ありがとう 俺の方こそ いつもありがとう ありがとう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